我可以令俊濤說我要說的東西 厲害不厲害 那你可不可以這樣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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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嘗嘗 又真是不行 那我才是最厲害 哈哈哈哈 想知道怎樣令你的頭幫你說話 市面上有那麼多類似的工具 有甚麼分別 我們立即開始 大家好 歡迎收看Anitea 我是Anita 上一條影片我就介紹了兩個工具 去令你的圖跟另一條影片做肢體動作 雖然其中的Mimic Motion 都可以做到面部表情 勉強可以做到升星的效果 不過效果微如理想 如果你想做個AI代言人去代理發言的話 今天我就會介紹另外三款工具給大家 這三款工具各有千秋 不只是效果上的分別 而是適合不同的需要 想知道哪款最適合你? 記住看到最後啦 首先第一個叫Hey Jen 同類工具來說 它的歷史算比較悠久 它有幾種Service 我們一齊來看看 Login進去 在Menu找Avatar 它這裡有三個功能 我們集中看第一和第二 第一個 Instant Avatar 就是給它一段影片 train這個Avatar出來 這裡都分兩種的 一個是Steel 一個是Motion Steel是個Avatar 坐定定在不動的背景 只有少量的動作 要給一條坐定定說兩至五分鐘的影片給它train Motion就是那個Avatar會走來走去 背景會動的 要給一條長過三分鐘的影片給它 而這條影片要保留到臉在畫面中心 upload了之後等它 train完它會發電郵通知你 在My Avatars 按開 就可以看到它的效果 之後按Create with AI Studio 選擇你想要環到還是直到 這裡是條Timeline 一條是Avatar 第二條是畫面 你基本上可以把第一和二合起來看 而第三條是聲音 我們要改它說的話 首先按一條聲音 左邊會見到斷對白了 在這裡改了 可以按Play 聽一下效果 你好 歡迎光臨 Hello, welcome here, friend Konichiwa, you go so go go e Annyeong, you go go, you go, you go, you go 不過畫面就要submit了才會有得看 如果要其他語言 可以在這裡改 不過現在好像大部分語言都要付錢才有得選 那我們看一下效果先 Hello everyone, I'm Anita Welcome to our sharing today 大家好,我是Anita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分享 大家好,我是Anita 大家好,我是Anita 我是Anita 今天我是Anita 大家好,我是Anita 大家好,我是Anita 今天我是Anita 歡迎來到公寓的五星角色 大家好,我是Anita 大家好,我是Anita 歡迎來到今天的分享 來新,由於我沒有付錢 這條片是我大半年前 用免費的quota做的 現在的質素有沒有分別我就不知道了 它還有另外一個功能 Photo Avatar 基本上就是給它一張圖片 之後再給它一段字 去令這張圖說回來 由於我沒有再付錢 我們就來看看官方給出來的效果 With Heijen It's very easy to create talking photo videos 那說一下有什麼好處或壞處 首先,質素我認為是比較高的 不過它價錢也都算貴 而且如果你想用Instant Avatar的話 要給它train那段片都比較麻煩 它的要求也都不是那麼簡單 正常人很難本身就有一條這樣的片 要特地錄給它 下一個Hedra 它的操作非常簡單 也都不用安裝 有三個框 第一個是文字或者錄音 第二個是圖片 第三個是製成品 那首先,如果你有錄音 就用錄音啦 沒有的可以給它一段字 再在下面選一把聲 不過就不用想有廣東話啦 如果要廣東話,還是自己錄啦 之後到張圖 你可以上載自己的圖 亦都可以給它一個prompt幫你 最後按Generate Video Hedra的好處是 簡單直接,不用安裝 每天有五個免費quota 不過我見它最近改了UI 多了一個credit的concept 這個收費模式可能隨時會變 質素方面 無論是電腦聲的自然程度 和影片的resolution 都一般 另外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這種會把你的東西 上他們網站的工具 一般私隱保障比較低 記住不要上任何私隱 第三個是live portrait 這個都算是這期最紅的工具啦 可以直接行它這個python 或者如果你找到comfyUI的custom look 都可以的 我這次就直接行個python啦 首先跟它的教學 這樣clone了project 下來 之後跟它用conda 也可以 我就喜歡用virtual environment 多些 再跟你用什麼機 走回pipinstall 最後是下載它的model 下來 它可以直接行inference 我就想給大家看一下畫面 所以我會走pythonapp.py 之後開回它的連結 如果你是在自己的手機走的話 連結就應該是127.0.0.1 沒有好8890 進去的操作都是很簡單的 第一個框是照片 第二個框是片 這個時候你應該會問什麼片 其實live portrait做的東西 和剛才兩個有些不同 它不會理會你說什麼對白 它只是會令你的圖 去跟你的影片的五官去動 所以除了口型之外 它還可以做到表情 所以你要給它的下一條面部的片 而這條片要zoom到最大頭 而條片的最開頭 要是正面望鏡頭 不要躍高或者低低 沒有什麼表情 雙眼自然開 嘴自然合 這樣會容易達到理想效果 之後可以直接按animate 等一會效果就會出現 live portrait的好處是 效果算多好 不單止是口型 表情都可以做到 而且免費 但不好處是 你要懂得安裝 以及一定要錄片給它跟 另外它也可以升到條片裡 配合其他流程 做到身體面部全掌控 總結一下 如果你要的是高質素 錢不是問題 可以每次都用同一個環境 又或者不介意每次都訓練過 那Hey Jane絕對會是一個好選擇 如果你是需要低門檻 免費免安裝 需求不大 一天五個口袋就夠用 不介意不完美 那Hedra是幾方便的 如果你想質素更好 又或者連表情都控制 又不介意行個安裝過程 而且又可以提供到做口型的片 似乎live portrait會是你的選擇 好啦,今天就是這麼多 如果你喜歡這類AI代言人系列 在下面給我一個like 有什麼工具想我介紹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未subscribe的就快點subscribe啦 如果你未看我其他AI代言人的教學 現在就click這裡看完它啦 那我們下次見啦 Bye Bye 我們下次見